3、2、1 请启动 数位创新台北阿娃 台北市长柯文哲与伟创旗下伟城资产管理公司 共同签署数位内容创新中心投资契约 这座中心坐落于内湖行善路 旧中路一段新湖一路 及行善社会住宅用地所为揭阔 位于内科及南港产业聚落枢纽位置 期盼在公司协力及民间资源投入下 BOT案成为台北市数位内容产业发展的关键主力 我们今天要签的这个BOT案 它是一个数位内容创新中心 所以说TH5它本身它比较健康 它是一类似工研院的在台北市的分院 那么今天这个是更聚焦在数位内容的创建 那一般来讲每次讲说 政府会比业界更了解市场 所以公司协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政府要代言的角色就是说 它建立一个平台让企业或是个人可以在上面很有效率的运作 那 我们这个平台之上就是说我们帮它解除它会遇到困难 那剩下就是说希望这个公司协力之下 这个企业会花费它最大的创意跟能量 去带动产业花费 伟创智通拥有深厚的软硬体能力 以及深受国际肯定的品质 近年来伟创智通在AI 5G Display及数位化的研发成果 是数位内容产业最需要的一个后盾 伟创智通也很荣幸的邀请到台湾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不同合作 负责数位内容创新育成中心及创意交流空间的领域 带领有潜力的台湾数位内容产业公司一起跨向国际舞台 伟创集团将提供数位内容产业所需的虚拟环形摄影棚 LED剧目、数位内容实验室、云端运算中心等国际级软硬体设备 挤注产业优势量能与经验 带领台湾数位内容新创进军国际市场 记者温俊台北报道